登革日疫情蔓延,彰化出现今年第一例的本土个案,11名云林损农,研判是在云林被感染。 而至于桃园,也在昨天出现了第一例的确诊,疑似是返乡到台南时感染,至于台南则是新增了30例的确诊。 环保局人员紧急喷药,全力围堵登革日疫情,账华县12号晚间接获卫福部通知,出现首例本土登革日个案,11名损农,研判感染源来自云林,目前卫生局已完成疫調,资深源清除防治工作,呼吁民众若有疑似症状应尽速就医。 台南市的登革日疫情依旧相当严峻,继十二号新增六十二个病例,创下今年单日第二高记录后,十三号又增加三十例,全市累计已达一千两百五十三例,目前有三百三十八家医疗院所提供登革日快筛试剂,民众与游客有需要可立即筛检, 卫生局也呼吁居家做好防蚊措施。 专家建议台风好雨过后,周遭有使用帆布雨衣覆盖的物品要慎防积水,天沟、水沟与盆灾都应该立即巡视,户外若有储存雨水的容器也都应该撤掉,避免登革日疫情继续扩散。 记者,民风龙涛,温正恒,张化台南报导。